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吴玉最初也让合作网红,尝试过李佳琪的买它和Amazing,但几乎没什么效果,这个不是简单的话术就好,外国人更能接受的方法,是在带货中穿插,搞笑段子和才艺秀,而且,一定要简单直接,优惠框框摆到眼前,如果你说需要转发好友,去哪领个优惠券,我再去跟平台砍个价,这些都是国内直播带货的惯用套路,但在国外,完了,他绝对就不买了。 更本质的问题,在于,大部分国家并不具备支撑,中国直播浪潮的供应链资源,直播电商对商家真正的魅力是,SRBRC的爆款法则解决了,他们最头疼的积压问题,头部主播在短时间内,促成某一单品的巨大交易,工厂只需生产爆款,也就是说,开始生产前,库存已清零,用户的需求,被精准满足,以与李佳琪深度绑定的,新品牌花西子为例, 据act.way数据,1-2月花西子旗舰店,40%的销售额,来自李佳琪直播间,其中总销量过百万的五款产品,如空气散粉,卸妆湿巾,掉化口红,都是李佳琪直播间的常客,那款李佳琪,在黑布前无数次拍打,以展现粉质细腻的散粉, 在去年花西子的第一次双11中,贡献了70万盒的疯狂销量,这一切都需要高标准的生产和品控能力来承接,而中国恰有高度发达,供过于求的大量OEM工厂,等待着新品牌们的挑选, 这让直播卖货,在中国拥有,如此巨大的动力,变得更容易理解,它赋予了供应链,升级的可能,故事最令人兴奋的结局,可能是,中国不但向世界输出了,直播电商这种新玩法,也能输出柔性供应链,升级的方法论,那么在TikTok品牌,Laza的品牌孵化的过程中,已经被充分教育,和训练的中国工厂,将是更有机会,拿到订单的那一个,对于李华琪们来说, 他们无疑期待着,这一切的发生,但也真的需要有耐心,应采访对象要求,赵敬平为化名